走在路上来回张望 行人跨出一步与汽车争道 驾驶小心翼翼的绕了过去 高雄市统计今年1至7月的行人交通事故总共154件 事故24小时内行人死亡就有12人 照则在行人部分就有7人超过一半 其中最大主因就有如画面这般 行人穿越道路不当以及闯红灯 那照事主因分别为行人穿越道路不当 及闯红灯等违规太阳 另外车辆为离让行人的部分既有两件 约占16.7% 显示在持续执法与宣导的强度下 车辆为离让行人的违规太阳已经逐渐在减少了 交通警察大队表示 即日起至9月30日为止 将执行路口不停让行人执法专案 针对不停让行人未依标志标线停车再开 违规穿越道路等行为加强执法 也会增设21处的不停让行人监测系统 在今年113年也增设了21处的不停让行人监测系统的科技执法 依据于年底有扩大增设16处的入口科技执法 警方在这边也呼吁 无论是交通执法或科技执法的设备 都只是一种手段 用意是希望拥入人能够提升守法意识 培养正确的路权观念 交通警察大队也呼吁若因为行人没有走在斑马县 及人行道或是闯红灯 导致事故发生依然会究责 请民众遵守相关交通规定 保障你我的路上安全 这里让李凡飞高声报道